好 看到这两天蓝绿双方阵营 为了柿子一斤到底几块钱炒翻天了 而我们接下来锁定的这则报道新闻内容当中 带您走一趟柿子的产地 再加一些的翻路箱 有农民说这一大袋55斤的柿子 卖给大盘商真的只卖了100块 果农刚喊要陈武雄下台 看看农民这满云的柿子已经成熟了 但果农却根本不想采收 因为这里的柿子真的一斤只有两块 辛苦一整年种出来的柿子最好只有七块 最差也只有两块 这一整箱柿子一称超过了55斤 卖给大盘就100块 扣掉成本果农算算其实一斤只有一块多 翻路箱的牛星市因为今年产量丰收价格崩跌 对于蓝银所说根本买不到一斤两元的柿子 果农气得把柿子摔在地上 直言马总统不了解果农痛苦 果农代记者实地看两块柿子农民怎么活下去 痛批陈武雄真的应该下台 三零新闻 廖国雄 嘉宜报道